上次打比賽,今年已經是亞運,希望可以上次打得不太好,希望今年可以有一個revenge 因為這次比賽,如果打得好,我打亞運的機會率就更大 所以自己也要努力去籌備,過一個新年,吃多了東西又肥了,希望我在這段時間選擇 我很決定,很遠都一定要進,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有可能性 你這一股蛋不好,不代表你下一股蛋不好,不代表我不可以贏,所以決定 其實我在打比賽之前,只是練了一個月,我也覺得挺神奇的 因為我自己真的沒有預期過,我也不知道自己會打多少,打得好不好 完全沒有任何reference去看,但我覺得心態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次,其實香港的運動員都是年輕的比較多 可能是中學十幾歲,我覺得幸運的是我有比較多大賽的經驗 有不同,因為那時候肥大一點,現在瘦了就要吃力一點 所以要加上健身訓練,因為我自己也看著陳子晴過去這幾年,他的進步很大 大家的水準已經不同了,他是一個職業的水準 我也不會說好公務員去到那麼遠,但我們有開玩笑的說 如果我們可以安排同一組就好了,大家又可以感受以前打港隊的感覺 我的目標就是可以最佳業餘求手 希望藉!